大家好,又回到妄向編輯部 YouTube Channel 時間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反網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找我們三個頻道 妄向正向、浪費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就要講一講一個挺傷心的故事 而且這個故事,所謂的前線手續 是成為了西媒的淡淡而已 究竟是甚麼事呢 原來有一群新而英的媽媽 就是請求BBC去播一些事情 那是甚麼事呢 他們就說99.99%明知BBC 即是英國廣播公司 是不會播我們請求的東西的 但是覺得有百分之零點零一的希望 我們都會做 不過想不到BBC真的沒有播到 究竟要播些甚麼呢 他就說事情是這樣的 過去我找過一些媒體 包括大紀元 講過我們媽媽群 接過的一些求助的個案 原來BNO Visa初生嬰兒申請時 有部份的爸爸媽媽 因為曾經是前線手續 不敢入中國大使館 去幫自己的嬰兒 在英國境內初生的嬰兒 申請回特區護照 因為他沒有BNO 他一定有本特區護照才行 幫他們的嬰兒申請特區護照 之後就申請BNO Visa 但是這班前線的爸爸媽媽 因為擔心一進去中國大使館 就會被人回大陸 原來當中有嬰兒 一歲多都是無國籍狀態 我們的請求其實很簡單 只希望英國政府可以允許 以英國出生子 給這班嬰兒申請回BNO 嗯 不行 因為你們那不是完整的英國國籍 對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 當然我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但我們這樣理解應該是沒錯的 而前陣子因為一次巧合 參加了BBC的一個訪問 人厭微卿的我 人厭微卿 人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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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真的這樣寫 不是我錯 是他寫錯 對不起 就說 我沒有背景也沒有實力 原來他們覺得要BBC 民主社會要背景嗎 要實力嗎 有事同盟 沒錯 要適合規矩 只希望可以拜託BBC幫幫忙 報道一下這個問題 雖然我也知道他問完我之後 錄完錄音不會播 但都抱著百分之零點零一的希望 拜託他可以幫幫忙 最終都是不播 我心裡不是悔的 但都知道別人不播有他們的原因 如果在香港不播的話 就說 沒有新聞自由 在香港已經 我們這個群組 又不是什麼大台 你們不是說沒有大台嗎 現在他們說的有點像 說到BBC都好像是小龍DNA 蛤?要背景嗎 不是為人民發聲嗎 外國的媒體 不是人民 還不是 還不是 還不是真正的英國公民 所以也證明了你們是 BNO5加1Visa的Holders 不是一本完整的英國護照 你怎有可能叫英國給出生指 如果給出生指 就等於給你一個BC 對 他一定叫你拿回特區護照 對 小市民的問題 都沒有什麼人管 真是失望 就等於和媽媽 受到別人不公待遇的時候 即是家人向他動手 我反而會管 不是 他說這邊的警察 居然跟他說 Go back to Hong Kong 真可憐 沒有理由的 這些是白警 即是白人警察 Go back to Hong Kong 不會吧 投訴他 投訴他 那就是一樣道理 沒有Public Fund 是的 你這些公共的資源 老實說 因為香港 你被人說什麼難民些 這些東西 差很遠 大家都知道香港人是有錢的 我大哥 他就說 沒有機構 肯提供 暫住的地方給他們 包括難民處 還有 Women Aid 即是女士的幫助服務 都沒有 就叫說 如果沒有錢 就要睡街 就回香港 我想到 我想到 Simon Chang 很危險 很危險 是女士 找男士陪他一起去 可以 即是 Go back to Hong Kong 即是叫你回香港 他也說 我的能力是有限的 可以幫一個就是一個 媽媽沒有地方住 我就自己租酒店 說得很偉大 是不是真的 沒有食物 你很難長時間照顧 始終都是要 政府 政府 因為你沒有身份 你的孩子會 一天一天長大 那你怎麼辦 而且你沒有國籍 你一歲就是容易 你到了要去 去確而服務的時候 怎麼辦呢 他也說 沒東西吃 就用自己錢買東西吃 小朋友需要人照顧 就幫忙看著 只有一丁人 到處打電話 看哪個所謂的慈善機構 可以幫忙 發現是沒有的 就自己出錢幫 香港人 有事事 只能夠自己救自己 我沒有什麼能力 但是盡力而為 他也說 除非BNO來英國的媽媽門 入籍前都不生小朋友 不是都會有這個問題存在 那又不一定 不是各國前線手足 是嗎 他也說如果香港政府 不承認BNO的香港人身份 在英國出生的BB 就有機會 他們拒絕給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護照 我們所擔心的就是這一點 而且前線的手足 幫我們 才有BNO Visa 現在他們初生的小朋友 申請不到BNO Visa 因為護照問題 我們就應該要幫忙 令更多人知道這件事 但是真的沒有媒體肯報 想不到這個大紀元也不肯報 大紀元也不肯報 不知道為什麼 他覺得沒有什麼利用價值 他也說靠一間機構是沒有用的 只有媒體肯報到 件事才會有人重視 找機構件事 就會被私下談 完之後就完了 就不會有任何的解決方法 我找了太多了 都是這樣的 令我很失望 他也說私下是解決不了政策問題 之後只可以找議員 一個議員 不知道代表他所在的黨派會 會支持修改政策 還是不支持 我們過往一年 都爭取過和不少的機構說過 這個政策問題 如果沒有被報到的話 全部人就當是喝茶聊天就算了 有人就問 這個問題無論如何一定要解決 因為你沒有護照 就申請不到Visa 沒理由你只有一個Visa 沒有護照貼上去 沒有Visa 貼上護照 這個基本也沒有 因為基本上 小朋友就是非法移民 不要搞錯 小朋友沒有國籍 他們依然是中國籍 這個這麼老實 雖然有些人未必想 但是事實就是事實 他們就是中國籍 沒錯 包括你們拿BNO Visa的這班人 你們得本BNO 但他是不是一個真真正正的國籍 不是 以前是旅遊證件 是 也說 英國政府是不會這樣的 英國政府是兒童教育 是與生俱來的 人權不是福利 所以 小朋友不會沒有書讀 法文就是 不是 人家怎樣都是有一個護照 是嗎 嗯 也有人說 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可以申請BNO Visa 是靠前線的手足 他們用血用肉換回來的 現在是因為他們 沒有辦法拿到特區護照 令他們寶寶申不了BNO Visa 或者他們之後這六年 將會生的寶寶都拿不到BNO Visa 我聽到太多說 叫寶寶等到六歲的時候再入籍 寶寶在各家醫療系統出生三個月 就會沒有這個福利 什麼福利呢 就是這些接種 因為小孩子要接種很多 如果你自費接種就很貴 而且BB兩歲的時候 還有十五個小時免費的寶寶 在四歲 也可以免費入讀公立學校 其他這些如果沒有國籍的話 也沒有BNO Visa 你有國籍才說BNO Visa 那就要全部自己付錢 手足哪有這麼多錢 我們受惠於前線手足 才可以過得來的 所以我們應該幫他們發聲 但想不到BBC是沒有的 我們的要求很簡單 可以讓這些BB以出生子 用人工方法去HOME Office 申請BNO Visa 不用特區護照 這就是我們的訴求 如果你和我一樣想幫他們 請你轉發給其他香港人 也有人說 是不是一定要用護照才行 是 這位 而英國媽群組頭 現在重點就是他們父母 是前線手足 一進中國使館就會被捕 所以不敢進去使館 那真是沒辦法 你如果衰到極這麼說 如果你進去接受法律的裁判 制裁 你起碼有一個紀錄 證明你曾經在香港犯過事 然後過了你 有了這個BB 起碼有一個紀錄 但如果你這樣大搖大擺 去找BBC、大紀院、英國組織 等等 你會隨便說 我怎麼相信你 我怎麼相信你 因為下面真的是這樣說 跟你說的一模一樣 意事論事 如果全部批完 每個人都說自己的前線手足 生出來的小孩 那去大使館怎麼辦 那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拿到B&O Visa 真的有人這樣說 這位媽媽頭也說 有所謂的自媒體 希望我把媽媽給他們採訪 之後把故事賣給其他報社 是香港自媒體 你要記住 自己人出賣自己人 我提出要保障媽媽的安全 以及要問他們肯不肯 亮相給他們寫 他們就開始質疑 說質疑我 說我作一些故事給BBC 但是我這樣說 我真的和BBC還有大紀元 是找過他們 而大紀元正和他們的報社職員 談過這件事 他們說report了上去 所以之後就不了了之 已經說了幾個月 如果不是我這張貼文 說這兩間大報社 應該都沒有人來看這張貼文 即是沒有人來看這張貼文 我這樣說是有法律責任的 我沒有可能蠢到 拿這些東西來搞票 這張貼文已經有1萬2千人看了 但好像都沒有人來看 老實說 如果我們不說的話 很多黃友都不知道 真的 也有人說 驗DNA行不行 關什麼事 不關那個事 你要證明你是因為什麼事 過到來 不能入入用口說 沒錯 有人問他驗DNA行不行 他就說 其實多個開多蘭英國出生指 Number來代替Passport Number 或者特區 來代替BNO Passport Number 或者特區護照 那是沒有衝突 你說沒有衝突 不是 有衝突 本身的爸爸或者媽媽 已經批了BNO Visa 也有人說其實很簡單 這裡所有人 是不是真的自己有小朋友 你們不自己經歷過一次 是不會清楚發生什麼事 是經歷不到的 你的事情 如果你在前線動手動腳 怎樣經歷 是很多 你要記住 這群BNO家 很多都只有港智 他們都不是上前線 老實說 這群所謂手足 天使什麼都好 不知是否手足和天使生 這個不要緊 但是 很多人都是吃人血饅頭 這個就是現實 重點在哪裏呢 現在很多人 都是一路吃花生 一路在這裏 只有港智 但是沒有想過發生在你身上 怎樣解決呢 只可以說他朝軍體也相同 不會 香港人過了海就是神仙 尤其是這些人士 也有人說 所有其他在英國出生的人 都是這樣的 如果不方便申請 父母組織的BB就是這樣的 沒試過問 也有人問 究竟有什麼問題 英國出生五年後 父母 就可以申請英籍 跟律師談談 這些就是盲模 當然 這個組織的頭又說 很大問題 BB出生後三個月 就沒有了國家醫療系統的資助 就沒有了免費看醫生和免費接種 到了兩歲就沒有十五個小時的Nursary 以及三歲就沒有報四歲 派公校 四歲也讀不到公校 只可以給十幾萬去讀師校 不過有人說他錯 BNO visa只有三歲 十五個小時是free 其他沒有申請 真的有人問那句港橋協會呢 居然沒有人回答 是否大家覺得是浪費 也有人說 等六年就獲得到英籍 那個人就問 三個月後如果有什麼事 要看醫生 沒有了公立 那怎麼辦呢 問得好 另外也有人說 無國籍人士的待遇 應該跟他父母一樣的 要搞就要找律師上庭去申訴 這位媽媽頭也說 上庭等同他父母自己都要無國籍 再申請難民簽證或者庇護簽證 才可以令到B入籍 而且不一定批 而父母要取消了已經批的BNO visa 才可以做這一步 即是不要BNO visa 去駁一駁去拿難民簽證 我們這個已經跟英國執業律師談過了 那些人就說 其實當時人現在沒有選擇 他原本有被捕風險 就不適合拿BNO visa 應該是拿回被護簽證 你看這些人多涼薄 好話不好聽嗎 如果他們真的是前線手續 他也是被人壓了人血饅頭 拿回BNO visa也沒什麼問題 現在你用他們的 這麼危險的境地 你就拿了在這裡說風涼話 他也說最後 當然要當事人決定 也有人說 Baby在英國出生 而爸爸媽媽都是Visa Holder 是不會變非法移民的 幫他申請Visa Dependent 就可以了 他一樣可以讀書生活之類 只要爸爸媽媽其中一個 是最後拿到BC就可以了 但是重點來了 申請 個人的媽媽 申請做Dependent 都是要有護照才行 最後就是回歸這個問題 不過有人說 其實英國很難為幾個BB 而改變他們的政制 那我明白了 生一堆 是不是這樣 生一大堆 生到需要為一個掃浪的BB 開放他的申請 大把阿富汗人和敘利亞人 生得快 那是否應該找英國議員和媒體 陪他們幫BB去領事館申請特區護照 要的話一早就做了 對 他真的這樣說 現在有很多BB 不過是不足其他族類多 而將來如果有手足生BB 都會有同樣的問題 等同你叫他們六年不要生小孩 那就沒辦法 你現在什麼身世還要生異獄女 可以嗎老闆 合不合數 壓也不可能不能壓得飽 真的不知道 人真的很少 亦有人說 找你說幫你一下 答的東西 就九吾7答8 頂 這樣也沒有這麼壞人 亦有人說 等等有英國出世子 是不是可以等到家長 拿到真BC時才申請 真兒童BC護照 當然要 我當你是六年之後 你真的拿到 那這個BB六年怎麼過呢 他說的都是一樣的 因為你看看私家醫生很貴 如果小孩子有事 所以真的不太容易 有人說 英國出世 是需要申請BNO嗎 都不知道哪個問題 都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哪裏出生都要的 你都不是B師 之後那個人就被人笑 為什麼英國出生 因為這個人以為英國出生 就直接拿到英國真BC護照 然後那些人就笑他 你是不是天真了一點 英國是不同 美國和加拿大 英國出生的BB是跟父母的status 他不是真BC的話 那他怎麼有英籍 就是了 真的 真的差得太過分 是否這麼蠢 說句話 不過 我覺得他們都是自己拿來 走去前線 現在還要給自己人 所以這些BBC 大紀院那些 不一樣 因為你沒有什麼價值去做新聞 太少人了 他就不理你了 現在還有 不過很多TG Group 開始傳這件事 不知道將來會不會有人會理 找一下鄭文杰 紫開錦 找一下劉祖迪 這些人 羅冠聰呢 羅冠聰認識很多議員 就找他 不過恐怕 他也是找你來 他也是難問的 或者是政治庇護的身份 真的 好,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再見